据泰媒报道,3月31日,泰国曼谷胜利纪念碑区域,爆发示威活动,参会民众集体抗议泰国2019大选不公。 此次示威发起者,为著名人权律师阿农先生,还有著名政治活动家Penguin先生等。 本次示威活动,除了共同抗议大选不公外,还邀请民众集体签名要求选举委员会下台。 另外,还向群众传送二维码,邀请民众扫描二维码,以便民众网上签名请愿,要求选举委下台。 据统计,当时已经有八十万人参与签名请愿,目标为一百万人,参与此次示威群众约计三百人。 许多民众手持抗议牌,牌子上写著停止选举,作弊尊重我们的声音选举委下台等语据。 现场状况十分混乱。 大量的警察出动维持秩序。 下午时期, 二十五分。 阿农先生发表言论称。 四月一日之内,要求选举委公开所有选区票数。 让全国民众息之大选所有细节。 我们想看到民众真正的投票数。 不想看到选举委美化后的数字。 因此选举委不要再随意更改票数,从而使得某一政党受益。 特别是政府民立党和维稳会。 我们聚集在此,并不是为了制造社会混乱,而是为了向权力者传送一个讯号。 我们不会对大选保持沉默。 如果选举委对于民众的呼声置之不理,我们将向国家反腐委员会提交请线名单,要求选举委下台。 为了让选举委清楚,看到民众的上诉。 示威发起方工作人员还未撰写讽刺选举委员论的人颁发奖励。 尽管游行已于下午18.00结束。 但是依然有发起示威方的工作人员在现场,等待民众前来签名要求选举委下台。 不过却被现场警方,以违法相关法律条例为流赶走。 不许在现场设典收集签名。 3月31日,下午17.00,曼谷四面佛路段,同样发生抗议示威活动。 该示威发起者,违想选举的人组织领导人阿努拉。 此次参与示威活动民众约计100人。 主要目的是,邀请民众集体签名。 要求选举委下台。 据悉,想选举的人组织领导人阿努拉。 还有其组织工作人员身穿红色T恤。 在路边用桌子搭建起一个签名点。 邀请民众签名要求选举委下台。 现场有许多民众,前来参加签名活动。 还有人拿住牌子,参与示威活动。 牌子上还写著许多调侃,讽刺选举委话语。 除此之外,还有许多维护治安的警察在现场。 阿努拉称。 活动的目的就是邀请民众签名。 因为2019大选是有史以来最脏、最糟糕的一次大选。 我们还想要上诉。 第一,为太党才是大选获胜方。 第二,希望政府民立党接受大选结果。 不要阻隔与为太党竞争。 因为会导致政治分裂。 第三,希望为太党能接受人民的呼声。 不要推荐别党候选人当选总理。 只推荐为太党三位总理候选人就好。 现场参与签名活动的民众都表示。 今天来参与该活动。 是为了展示出正义的力量。 因为通过从网上阅读各种新闻得知。 选举委将完好无损的选票计入废票。 还有大选结果不实。 大选不透明公正。 全国人民都对议员赢单表示疑惑。 所以说选举委应该站出来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现在除了选举委自己外。 已经没有任何人会相信选举委。 选举委的职责。 应该是举行公正、透明的大选。 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民众。 可能做不了什么。 但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诉求。